到了上海 飞机一落地就打个电话来 见到你那个小凯哥 赶紧把乳膳给他 他如果不会做你的视频 我告诉他 谁坐飞机打那么多东西 这怎么多呀 再说了 你坐飞机把它放在飞机上 又不用你拿着 下了飞机又有人接你 你看你 没事 没事 记住了啊 别老给别人添麻烦 别人接待你了 你也得请人家吃个饭 迟早了 能不能别一直讲一直讲 你以为我愿意啰嗦呢 我是嘱咐你要懂得人情世故 娘娘 阿海是你啊 我还以为是你阿哥呢 我阿哥今天有人包车 十二点一刻的飞机 路上别耽搁了 您放心吧 你这乳膳就这样放的你 把它放好了 记住了啊 到了机场就打个电话 飞机一落地再打个电话 每天打个电话给 好 拜拜 那我们等啊 注意安全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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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有微风 起初藏着心动 天谁的梦 在落着雨火阳光的鞋 切心切远的时光 才告别 sometimes I need a beautiful smile although they say that goodbye 如少年时热爱 sometimes I find I fall in love 每个 little wind shall break 或许也能身与缘碎 马回忆 早 早 这是出去跑步呀 生命在于运动 飞眼 生命在于静止 咋了 安娜 你吃饭了 你怎么不吃饭呢 一会儿路上吃吧 站住 这个安娜给你烫好了 热的 这个 带着 饿了吃 我走了 你车子加满油了吗 昨天晚上就加了 小心开车 知道了 走了啊 走吧 早啊 早 你去工作 去树河那边 有点远 你这儿跑步 顺利身体 一切顺利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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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点湿热爱 有时再烦 还不断在爱 被看泪的温香蕊 或许 也能失与远碎 英子 这夏季还没来啊 他去上海了呀 今天就走了 对呀 他不是和您说过了吗 忘了 对了 谢师傅 夏季在桌子上 给您留了一封信 我去上海了 你注意身体不要总是发火 你血压高也不肯去体检 生气的话可能会抱血管 那样我还得回来伺候你 你教我的手艺我不会丢掉的 等我赚钱了好好消遣你 你的好徒弟谢小夏 我去上海了 九三行 九三行 这 这要叫信呢 这个 大伯 走啊 走 走 您知道我大哥去树河了吧 干什么去了 帮您谈生意去了 那我先去忙了啊 慢点啊 这个线都剪掉了 好 这个可以加长一点 这个 这个 谢谢师傅来了 何顺 姐 来来来 雨晴 七壶茶来 别 别 别麻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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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就顺路 我这儿就走 坐一会儿再走嘛 来来来 您这 给您添麻烦呢 添什么麻烦呢 来 坐 好 我们续坊见诚这么久了 也没过来看看 不顺路 谢师傅来了巧 我跟老师昨晚刚从新疆回来 到新疆干什么去了 参加了个飞衣展 飞衣展是什么呀 飞衣展就是一个展览啊 全国各地很多种 飞衣手艺作品的一个博览会 一个大型活动 好多人去看呢 我们还卖了不少东西 嗯 还能卖东西啊 当然啦 有摊位嘛 来 来 喝茶 好 公司里的小鸽子 专门负责绣品和渣染品的 各种展会 和地面店的推广 小兰负责工艺品网店的日常管理 我们这些手艺人 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 专门的人负责专门的事 嗯 阿姐啊 那你们这个想做多大呀 当然是越大越好了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时代进步太快 要是没人知道我们的东西 我们就要被淘汰 国家为什么要保护飞衣 就是怕这些民间技艺慢慢失传 所以要多做宣传 让年轻一代了解这些文化并喜欢上 这样有人愿意学 有人花钱买 才能传承下去 以前当师傅 把手艺传给徒弟 就算工得圆满 现在还得想办法 让孩子们有饭吃 才爱小黑 才爱小黑 的禮物 是 什么 Quando 用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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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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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